很多人说销售就是骗子 我告诉你 说这些话的人相对都比较无知 你去买一个馒头 两块钱人家卖给你了 人家骗你什么了 没有人卖馒头 你吃个得啊 那夏天了 你热了 你去买一瓶水 人家卖水的骗你什么了 没有他卖水 你买什么呀 销售是一件 你有需求 我有价值 你想要我刚好有 它是一个价值重新匹配的工作 销售人员他不是在卖东西 他是在帮客户买东西 他是在帮客户解决问题 一个真正做销售做的很多年的人 他是非常通晓这样的一个底层逻辑的 你想要赚小钱 你就帮客户解决小问题 你想要赚大钱 你就帮客户解决大问题 所以我经常讲 销售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 而且销售是目前在中国 拉动经济拉动内需 可以无限创造出很多岗位的 非常伟大的工作 好好的去做你的销售吧 不要听那些人在那乱叫 那一些说销售是骗人的人 我告诉你 第一个就是说话相对比较刻薄 第二个智商也不够 因为他可能被骗过 任何行业都可能会有害群子 但是销售人员相对要好得多